A股的走势我们基本来讲 就是给大家讲的就是按这个方向的再演进 就是我们之前上周给大家讲的 就是说虽然我们不预判 它一定会走出双顶的模式 但是不能忽视这种可能性 目前走双顶的这种可能性 是有点加大的 尤其是周五的这一跌 周五这一跌的比较奇怪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它找不到理由 其实越找不到理由的下跌 越让人恐慌 或者说越是要引起重视 因为它可能里面运航的一些 我们所不知道的信息 就是市场它往往会计价一些 把各种因素计价进去 有时候你找不到原因 找不到明显的理由 然后又出现这种大幅的杀跌 往往可能有一些 我们所不知道的一些 基本面的一些情况的变化 我把它归咎于 我主要还是把它归咎于 这个基本面的变化 因为在这波行情开始之前 我也给大家讲过 就10月8号的时候 给大家也群发的这个消息 就讲到这波行情的一个脉络是什么 就是一波 一波头 行情就是一波头 一波头冲到顶以后 宽幅震荡 宽幅震荡以后 随着基本面以后 然后再可能从归下行走势 然后给大家的建议是说 不管你是解套的 还是这波赚钱的 基本就不要再回到这个火场 不要再回来了 基本是给了这么一个建议 10月8号的时候 后面前两周的时候 就让大家关注这种 走出双头的这种可能性 主要是基于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说10月8号的一个高点 没有那么容易突破 因为它是一个3.5万亿的 一个历史天亮的一个成交量 即使是想突破 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不是那么容易的 肯定要来来回回折腾 另一方面就是说 基本面的这个状况的运行 可能也不支持它 真正的走出这种新高的走势 为什么这样说 就是说之前给大家讲过 就是对中国经济基本面的一个观察 就是我们要遵循一个 长期的一个逻辑 不要被一两个月的数据 或者是一阵子的这种刺激政策所迷惑 我们要知道 就是说整个经济周期的一个拐点 或者经济周期的一个长期的运行趋势 到底是怎么样的 之前给大家看了很多的数据 包括房地产 包括那些固定站投资 摄灵增缩 就方方面面的数据 包括摄融这些MR 其实大家都可以发现 如果是房地产的一个转折标志 就是21年下半年 以恒大爆了一位标志 自内以后 房地产就开始其实走下行趋势了 现在是恒大堡垒 然后是融创 再往后避跪圆 然后一直到今年 流传了万科也要不行 所以它的整个脉络 就是说 长期的经济基本面的下行 一直就是没有真正的解除 或者说没有真正的触底 我想这里面的原因 主要还在于就是说 我们对经济长期的这种下行的 结构性的这种里面的一些特点 或者结构性的因素 没有真正的得以解决 比如说我们这个债务负担过重的问题 我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债务重整 债务重构 比如像2000年那个时候 当时的国企大下岗 包括当时的四大行资不抵债 对吧 当时等等的这种三角债的问题 等等 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是进行了真正的系统化的解决的 比如说创设四大资产管理公司 然后把一些银行的坏账接走 然后官厅并转 然后国有企业的改制等等 它其实整个中纪那个时代的改革 它是一个系统化的改革 虽然带来了很多的这种正统 但它那种改革是非常深层次的 它对整个的债务的重整重构 包括体制机制的重新的激活 国有企业的改革要素 包括生产要素的改革 它是很深层次的改革 是结构性的改革 那种改革才能真正走出经济的这种底部 或者经济的这种低迷 当然了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 还有一个历史性的契机 就是我们加入WTO 那个非常关键 如果没有加入WTO 恐怕中国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才能真正经济走出泥造 WTO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的契机 让我们摆脱这种经济通缩 或者说是这种债务的这种泥造 然后同时能够清装上阵 因为把债务全部都重整 然后该出新的出掉什么的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要抓住这个特点 就是我们这一波 整个经济下行的这种趋势和趋势 它是结构性的 它是长期因素的积累 它如果想真正走出去的话 我相信它一定需要系统性的改革 就是从上次次上而下的这种系统性的改革 同时配套于货币政策 就是说你如果只有货币政策去推进的话 而没有真正的深层次的这种改革 机制体制的改革 包括债务的重整和债务的重塑 包括个人破产法和企业破产 这些两个方面 包括地方政府成头债的一些出清 等等这些所有的综合措施的配套的话 我觉得很难真正的走出 长期经济下行的一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